众所周知 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 从三月底开始就一直封城 到目前为止 累计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40万 在我们看到很多从上海传来的一些的影像 和一些的讯息 看到一些人道的灾难的时候 我们不仅要问 究竟抗疫是应该科学化 政治化还是人性化呢 我们身在硅谷 这不只是一个在上海的人道灾难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 insight看一看 对硅谷产业的冲击 事实上对美国供应链的冲击 还有台湾为基地的产商 在那里受到的冲击 跟一个全球再一次的重新布局 我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 我们学校在这次疫情 是比较早被关的一个学校 学生们已经关了超过一个月了 那大家都非常希望能够很快开放 可是中国要真正做到开放的话呢 有许多在心态跟认知上的改变 需要完成才行 2月14号的时候 中国的新华社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 反科学将抗疫问题 政治化 使美国沦为全世界最大抗疫失败国 他说 截止2月份 美国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分别超过 7700万和91万 因此呢 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抗疫失败国 同时呢 疫情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 政治化导致了美国反科学 反常识 风潮盛行 为实施各样的抗疫措施制造困难 这面镜子就折射出 美国政治极化 制度失灵 社会撕裂等诸多问题 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就想到最近啊 佛罗里达的一个联邦法院的法官啊 就推翻了这个CDC 就美国疾病防治中心 他所做的 有关于在飞行器上面 航空器上面 要佩戴口罩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么因此呢 CDC就把它改成是说 是可选择性的 那我就看到有一些的视频上啊 就描述 当空城人员在向乘客 在广播说 现在CDC已经不宜要求 大家一定要在飞机上 佩戴口罩的时候呢 机场里一片欢呼 大家纷纷把这个口罩摘下来 这也反映出 疫情在美国 已经不再是 大家广泛谈论的话题 一切都开始恢复正常 可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上海 我们所看到的 却是一幕幕人间的惨剧 我们看到说 从一开始说 普东普西鸳鸯锅 开始封城各四天 到后来不断地在延长封城 然后在确诊的人数不断增加 那我们就看到说 这些的平民百姓就关在家里 吃就成为一个最大的问题 到了夜里面 那些居民楼里面的这些居民 拼命在要 我们要物资 我们要饿死了 那另一方面 连这个医治也成为了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说 有好多的病人送到了医院的前面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拿到 及时的核酸的结果 就被医院去诊 有一位70多岁的小鸡精家 姓陈 他患急性胰腺炎 因为到医院去诊 回到家里疼痛难忍 于是他就奋而跳楼自杀 接受医生 那还有更好玩的是 在中国 他的这个标准 跟全世界都不一样的 在全世界 你阳了就阳了 就是直接 这个作为一个 阳性的一个病人 可是中国分两等 一种叫做确诊病人 一定要有 这个肺部的影像的确认 才能把你叫做是病人 还有一种呢 就叫做 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你就看到上海 他每天他播的这个 无症状感染者 是几万几万的 可是呢 这个确诊的人数呢 可能只是 无症状感染者的二十分之一 二十五分之一 那于是的话呢 这个里面 就有很大很大的学问 这些无症状感染者呢 虽然他们是阳性 然后呢 硬要把他们送到方舱的医院 然后呢 在那些还没有完全搭建好的 那些简陋的 所谓的方舱医院里面呢 就让他们在那里 放阳一阳 同时的话呢 你就看到了那些健康的居民 他们是阴性的 却是封闭在他们的居民楼里面 缺吃缺喝的 所以啊 在上海 有人就描写出一个阴界 一个阳界啊 阴界就是那些阴性的 普通大众 他们关在楼里面 整天就在盼着 能够得到物资 发放 能够有一日三餐可以吃 而阳界那些方舱医院的人呢 他们各个生龙活虎啊 甚至有医生 因为忙不过来晕倒了 就看到那些阳性病人 抬着这个医生啊 去送去急救 造成一个很大的讽刺 那么 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 这简直 按照常理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不合理 同时也反映出 很多一些 非人性化的做法 我们当然 有个很震撼的 就是说 当一个阳性病人 他被送往医院的时候呢 他的宠物狗 在当场 就被一个大白啊 就拍死在地上 那么引起整个 这个全世界的震撼啊 这个画面传出来 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同时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说 在这个当中折射出来 很多很多 就是上层的 这些领导在喊口号 那些中层的 那些区委会层面的 那些工作人员 和支援人员 不断地在喊苦 而老百姓呢 他们没有吃的 他们哪怕那些病人 要服药 也没有办法 配到药 因此的话呢 你可以说 有很多的人苦中作乐 出来很多的段子 可是 你在那个段子里面 看到是很大的一个心酸 那到目前为止 上海还仍然在封城 不知道 这样的情况 会到什么时候 才能扭转 因此 我们不禁要想说 防疫要科学化 不能政治化 但是 很多的人说 科学化 不就是说很多的人 是举着科学化的名义 去做那些 非科学的事情吗 那政治化 就更不用说了 有很多的 领导 他为了保住 自己的乌纱帽 他必须采用 很大的一些 极端的措施 而把老百姓的死活 放在一边 所以 讲到底 我看到了 真正要防疫的 就是我们应该 人性化 来真正 把人生命的价值 和尊严 放在整个 抗疫的过程 邵阳刚才讲得很好 防疫 人性化 其实 防疫除了人性化 政策 也要考虑 经济 民生 不是吗 现在 想到 看到 我们在不同的讯息中 看见的 这些封城之后 令人极为同情 怜悯的这些 故事 就一幅一幅地 浮在我们的眼前 我也看见 一些外商公司 他们就 发动 非常的管道 帮他们在上海 国内的同志 运送 饮食 饭食 这是一个 多么 难以 相信的事情 是由美商公司 来帮助 运送 饭食 硅谷的公司 可以在上海的分公司 做的事 冲启不只是 在上海 对硅谷来讲 硅谷这些 所谓 Fortune 100 这种大型公司 你知道很多 除了像谷歌 大部分是 它的软件之外 很多系统公司 这个通讯 网络 系统 消费 还有企业 甚至 运营商 这些制造 在哪制造 两大基地 在中国来讲 深圳 或是上海 深圳 1700万人 前一段时间 封住 索性 还很快 但上海 2500万人 事实上 中国 现在有 不同的封城 有几十个城镇 加起来 事实上 应该是有 4亿的人口 是受到这样子的影响 那么 如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运输制造 其实在上海附近 这个昆山 这个地方 是相当多的 这些产业 不管是 科技 从电脑 上下游 到通讯 上下游 到生物 到各样的 这些产业 其实 现在都受到影响 这个影响 也就直接影响 在大上海地区的 经济民生 另外就直接影响 直接影响 美国的客户 这样一个供应链 所以 其实 坦白说 是非常严重的 以我自己 第一手观察来看 目前的冲击程度 跟两年前 2月到4月 中国那个时候 疫情 然后我们整个风的 目前看来是 同等级的 那当然希望 这么一个能够尽快 能够开始 重新运行 但你知道 这一个飞轮停下来 再起来 那是 我要花好大功夫 所以 其实很多 美商客户 现在就已经 开始感觉到 中国毕竟 的确不是 长久 生产 可以规划 你说 第一轮 很多人怪川普 那第二轮 你不能再怪川普了吧 第二轮 那就中国 角色者自己 要承担责任 七个月前 昆山地区 说停电 就停电 你知道他给多少 时间通知吗 两个钟头 没有挂到 那这回 整个上海 所以 许多美国的 这些大型客户 就确认说 就算他短期再开 长期也确实 不能够 再做任何的一些依赖 所以这第二轮的 要去别的地方生产 就再度开始 积极的启动 所以我觉得 这是对中国来讲 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一回 不能再怪 美国白宫任何人 这回怪中国 自己的决策单位 对经济 民生 和中国的一个 reputation 这个字 如果 如果中国还了解 这个字的话 reputation 就是真的是 非常辛苦 所以我觉得是 除了人道之外 这是另外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这么一个地区 一封 这延长的结果 对GDP的影响 大概是 2.5到3%的冲击 所以中国的这个GDP 现在这样子 在它这个疫情 这是非常严重 所以我想 除了人道 医疗 以及刚才讲到的 经济民生 那这一切 如果真的是像外媒说 其实只是为了 一些政治考量的维稳 但是 我不晓得 这个大家可能 有不同看法 这样子 我想大家都看到 在上海 发生的 这个封城的 这个情况 那之前其实在 在东北 也封过 那现在全国 很多地方也在封 我去来跟大家 分析一下 我觉得 这样这种 这些事情发生的 底层的原因 那其实 中国在面对 这个 其实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中国在面对 Omicron 这个病毒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 把它当Omicron 很多人其实还是在 一个对原来的 那个病毒的 这个惧怕的里面 我们当时都 当时我们也谈过 在武汉 那个 刚开始这个爆发的时候 在全国各地 我们也看到一些 很奇怪的现象 包括这个 这个 就是把路给封掉了 大家因为 出于害怕 有一些反应 我觉得 刚开始 当然我们觉得很奇怪 但是也是可以理解 可是现在Omicron 已经完全是 不一样的一个 一个疾病 为什么还会有 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惧怕在人的里面 造成一些在 一些对待 这个阳性的人的 一些做法上 都好像处于这种 不必要的这个惧怕 我想 我想这个 这段时间的媒体 对这个西方疫情 可怕的这个报道 现在造成了一些的 一些的反作用 其实我觉得中国 如果真的要走向 开放的话 第一步就是要 很正确的 让大家明白 Omicron 其实没有 没有那么的可怕 那其实上海的数据 是非常的 说明问题 上海 上海让全世界 跌破眼镜 因为它的重症率 超低 我现在还是不敢相信 怎么 为什么我们的重症率 在美国 比他们高那么多 香港 doesn't help 香港其实是一个 很坏的一个例子 因为香港的 香港的疫情的 这个走势 跟美国差不多 一个月冲上去 一个月就下来 但是香港的重症率 死亡率 都非常的高 我觉得 可能 可能这个 政府需要 仔细的看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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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啊 这个还有上海 这些的数据 能够做一个 重新的评估 因为Omicron 真的没有那么的 那么的可怕 可以 可以有更好的措施 把真正 会受到影响的 就是那些 可能是七十几岁以上的 那些人 直接的方式 把它们保护起来 会比现在好很多 另外还有一个 中国如果要开放的话 必须要面对的 一个问题 就是说人们的这个想法 必须要改变 就是一个觉得有点毛病 就要去医院 就要被人家 take care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这个想法就会造成 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医院 那中国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设备 跟美国真的是差非常非常远 那我给大家讲个例子 我是 我们上海交代 三月 好像三月十八号就开始 开始疯了 那我之前就听到 有这个 有人抱怨 所以我已经发烧两天了 没人管我 我在这等死吗 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应 我现在想说 我们在美国西方久了 我们就要 一个年纪轻轻的发一个烧 对吧 也如果没有什么血氧 呼吸的问题 至于吗 可是他们真的就是以为 我现在发烧了 这个 我吃那些药还是不够的 我必须要去医院 要有人照顾我 这为什么你去中国医院 你会看到很多人 在那边排队等着点滴 什么病呢 感冒 那这个一定要把它改过来 如果这个你 这个没办法做到的话 那还是觉得说 我们自己 我们的身体 需要别人 一定需要别人 take care 没有想到说 我们其实自己也有 这个recover的这个能力 所以这两个观念 一定要改变 那另外 还有一件很有趣的现象 我常常看到一些 现在看到一些视频 就是上海的居民 也很有意思 他们会录音 他们也很 上海人很喜欢 这个讲道理 辩论 他们会指出 这个防疫的这个做法 其实你是违反了 你自己的法律 或者说你没有权利 来逼我做这个 做那个 那很有意思的是 回答的那一方 通常都不是据以力争 说你就是要隔离 你就是要出来撤 你就是要怎样 他们的回答都是统一的 我也不想这样 可是领导叫我做的 我要服从命令 然后就问说 法律中国还是领导重要 这里面有个底层的逻辑 就是中国政府 政府现在把这个抗议 看成是一场战争 当然你们看到那些 那些 那些这个口号啊什么 抗议的这个战役 那你想你如果是打仗的话 那你期待人们 为了你战争的一个目标 牺牲嘛 所以其实 因为这样的一个 一个心态的话 就造成很多的做法 那问题就是说 这个需要成为一个战争嘛 这真的是像以前那样 那么可怕 是一个战争吗 其实上海的数据证明 其实并不是 因为刚才上海也提到说 在这个战争的里面 战场上 这些团 团长 营长 连长 海长 都是被下死命令的 你给我守住这里 对吧 这个司长一个电话 打过来说 这些困难不管 你给我守40个小时 那这边他现在讲 说你给我在哪一天内清理 那这个Omicron的这个传播啊 很多很多真的是 我们都还不知道 是怎么传的 对不对 那你如果真的想要保证 你在某一天 要社会面动态清零 或者你这个小区要清零 那你就必须要做一些非常 一些很极端的一些做法 有些听起来蛮可笑的 我看到有一个 有个同学大学的一个女生 拍一个视频 我不知道是真实假 他说学校不允许他们 在厕所洗手了 因为害怕 借着水龙头传递病毒 那你想想看 上完厕所都不能洗手 那只能回房间 用酒瓶喷一喷 但是在疫情期间 不允许别人洗手 这个 这是很奇怪的 但你真的想要理解的话 就是很简单 因为他们把它 当这场战争 他在这个战场上 绝对服从命令 并且他给下了死命令 要完成 我觉得真的要反思的话 可能要从这些 底层的原因来反思 我想之后的 这个抗议才能够做得更好 对啊 刚才讲到是说 讲美国是反科学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在中国并没有真正 把奥美克隆 这个变成科学化的对待 然后我们也看到 在上海有各种各样 抗议政治 口号性的行动 去缺乏人性的考量 那我在这里 再进一步来谈一下 在2月15号 新华社呢 又出了一篇文章 他说反人性 将抗议问题 金钱化 这是美国沦为 最大抗议失败国的原因 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新冠疫情之下 美国 这个之所以 是最大失败 是因为相较于 这个民众的生命健康 美国政府呢 更加看重于 经济的数据 因此呢 保经济呢 重于保人命 大把撒钱 刺激经济 尽管刺激的措施呢 使得股市屡创新高 经济数据有所豪窄 但也导致通货膨胀严重 底层人民生活更加艰难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更加带来 全世界的金融市场的波动 阻碍其他国家 在役后的经济复苏 哇 这个一连串的帽子 可是 比较值得讽刺的是什么 是上海市的政府 他现在宣布了 说 从4月19号开始 他来允许一个 重点企业的白名单 这个白名单上 一共有666家 这个数字很奇怪 666家企业 在达到防疫要求以后 可以率先复工复产 这666家呢 涉及到集成电路 汽车制造 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 那我们众所周知的 特斯拉 特斯拉4月19号 已经复工了 然后呢 与此同时呢 这个上海汽车 上汽 也开始复工了 为什么 因为毕竟 他们也知道说 再这样搞下去啊 那经济就要完蛋了 那我们看到说 实际上在前几天 美元对人民币 突然的汇率 有一个很大的波动 这个 一下子 美元的兑换人民币的 汇率呢 上升到1比6.44 原因在于 当然一个 就是中国 因为 不断的封城 整个的经济数据呢 是非常的糟糕 那同时呢 联储局呢 要提息 所以呢 也造成了一个 就是美元的涨势 所以一下子 这个就开始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也看到 在上海啊 这个人民币的贬值 是以上海人民币 兑换外地人民币 来计算的 有人在做了一个比较啊 他们通过去 在网上抢购 从团长那里 团来的 这些的蔬菜 食品 发现那个价格啊 上涨了 不止三倍 五倍 有的甚至达到十倍 所以在上海 马上就开始了 严重的通货膨胀 那这些 我们都可以在 这上面看到 更加 看到说 现在上海的朋友圈啊 就好像这个315 打假的这个 情况一样的 大家纷纷暴露出来说 不仅啊 这些他们拿到的 这些抗疫的物资啊 是这个价格 非常的昂贵 同时呢 质量非常的糟糕 包括有发霉的 这些的 鸭子啊 包括是那些 已经注销的企业 他们所生产的一些食品啊 等等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都可以看到 的确这是一个 非常值得 我们深思的一个地方 我们刚讲到说 抗疫 要有人性化 那同时 我们要看到说 其实人的生命 是最重要的 当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 你也要考虑自己 有没有把人民的生命 放在第一位 在这段时间 不但有人道灾难 有经济灾难 刚才说 其实还有民生 reputation 灾难 最后呢 将中国的形象 就整个赔进去 其实在这儿呢 相当错综复杂 但总之 如果你要是做一个 灵意调查 或者做一个 这个能够在 自由社会当中 专家表示的意见 根据各样的数字 甚至包括上海 自己的数字 数字 统计学家刚才也有讲 你就会发现 就如全世界 已经知道的 Omicron 它 不是一个 跟Delta 或者最早期 是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一个不一样的 一个情形 在这个状况下 如果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实在是会让人不理解 到底是谁 拍的板 做的这么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 这样说得过去吗 再次想到 几天前 所引用新加坡 总理夫人何金 在脸书上 非常善意的建议 包括说 注重高风险群 包括说 增打一些 是不是可以考虑 mRNA的疫苗 包括说 一些有效的 治疗 要无 观念 政策上的改变 是不是可以 分歧的 来逐渐的开放 这些 几乎所有的人 我们所接触过的 包括 国际的 企业 主管 大家看 各国的数字 以及各样 公共卫生 政策 统计专家 都会告诉你 这样是比较 实际的做法 是不是一个 务实的政策 是可以 被 讨论 被考虑呢 我想为了 上海 为了中国 为了人道 为了经济 为了民生 为了形象 是不是 可以 问这个问题 在述程开始之前 我还要再插一句 就是刚才讲到说 将抗疫 新计划 不禁让我们想到说 在中国 动不动 就是一轮 两轮 三轮 全员核酸 这个当中 到底 这些生产 制造 核酸 涉剂的这些企业 他们得到了多少的利益 我们也想到说 莲花清温 作为 抗疫物资 优先 所有的食品 蔬菜 水果 送到各家居民的当中 作为 防治 新冠疫情的 良药 可是 没有任何的 科学依据证明 他们在 预防和治疗 新冠的上面 有任何的数据 可是 看看 伊林药业的话 它在整个 从 新冠开始到现在 它究竟 创造了 多少的财富 又中保了 多少人的思纳 所以 这 是不是也是 抗疫问题 经济化呢 其实我刚刚听你们 讲到许多的 这个 在这抗疫过程中的问题 其实我 我在想说 可能人性呢 还是很相通的地方 很多其实在美国 也都发生了 在美国其实也是有 有一些药 大家觉得说 会有帮助嘛 最终也是 不见得有 这个临床实验的 这个证据 不过我觉得 我觉得人们在这种时候 尝试一些这些东西 只要没有什么 太大副作用 都OK了 当然莲花 这个 清温 胶囊 根据我所听到的 其实它副作用 还是有的 所以 所以现在有些人 就改吃这个板蓝根 今天我去吃饭 坐 坐旁边的那位 就是 喝了板蓝根来的 有没有笑 不知道 当年我们得 假肝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赛阳 我们也是 板蓝根是一袋篮球 因为板蓝根 也可以防假肝 这绝对没有科学根据 但是 我那位 这个制药的朋友说 其实这个玩意儿 还是有这个心理作用 还是 Placebo 这样你懂的 还是有它的 最好 但是你不要吃那个 有副作用的 那我讲几个 可能是相对比较正面的 一个就是说 听说上海那边 刚刚上海提到要复工 我希望说 这个复工的这些 至少这个四点 可以继续下去 越来越多的 这个产业可以复工 因为的确 这个对 对全世界的影响太大了 特别是在 本来的通货膨胀 俄乌战争爆发的 各种这个 这个大众商品的缺乏 再加上 现在如果有这个 半导体晶片的缺乏 那真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经济 能不能take it 那另外 你如果看那个上海的数据 如果那个数据 真的是真的话 就说明一些 很特别的事情 就说明说第一 中国的疫苗挺有效的 因为重症率很低 这中国的疫苗 难道真的比 就是比美国疫苗还要好 当然上海的那个 打疫苗的比例 是算是蛮高的了 所以这是一个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的是什么呢 今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很可能美国 几乎100%人 都得过Omicron了 我觉得这可能性蛮大的 因为在美国 其实很多人有去撤 所以我们的这个 粪母是低很多的 而且在中国 撤一下不得了 你们真的要体会一下 我们在上海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常常被撤得辛苦 最近有人秀给我一个图 所以医生发出来的 他说你真的要撤得好的话 你那个年签 是要塞到横里面 到里面的 10秒钟出来 你肯定是打喷嚏 旅人类的这样 那不像在美国 你去这个 有很多的测量 都是比较 比较这个轻松一点 所以很有可能 就是说其实 这个粪母是蛮多的 也就是说在美国 我们可能得过Covid的人 真的比想象要多 四五倍 都是有可能 但反过来说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美国基本上 我们都已经 不是太在乎了 当然其实 没有打过这个疫苗 七十几岁以上的 我个人觉得说 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每天还是会有人 这个住院 美国还有去世的 所以在我们看来 我们当然是 针对我们很多的经验 我们在看中国的 这个制疫的情况 我们当然是期待 他们很多东西 其实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们发现 很多东西 他们好像要去 以中国特色的 再走一遍 我们讲了刚刚 中国的一些 一些的这个 这个观念 一些思想 还有一些体制 还有这个 各种各样的不同 真的我觉得 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政府 其实在这个时候 它也很难 已经很难做决策了 走到这一步 下一步应该要怎么样 把这个事情 收尾做得好 我觉得不只是 影响到中国 也影响到全世界 所以虽然我们 看到很多 很多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个人还是 还是希望他们 在这个现实 跟数据面前 能够做一个 对中国 也是对世界 最好的这样的 一个抗议的措施 谢谢大家 听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有什么 不同的想法 或者是有什么 各模不应的 请在YouTube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你点赞订阅 让我们可以 持续的引力沟通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